怎么了 霍雷霆上车 发现了气氛不对 于是问道 丽北决明显地不想说 没什么 嗯 霍雷霆也不像司辰那么八卦 他说没什么 那就默认没什么了 他先上车 再拉了一把金智轩上来 车门关上了 丽北决沉宁道 去机场 是 决业 前面驾驶座上 坐着的霍翼马上启动了车子 往机场的方向开去 一路上都没有人说话 金智轩是完全没有意识到气氛不对 霍雷霆是自身休养 不让他多问 他就是没有见过 像丽北决这么小气的人 他只是想要去换一下衣服而已 又没有说不想跟他去度蜜月 真是不知道他生了哪门子的气 不过 对于丽北决这种没头脑的脾气 他没想着惯着 他不说话 他也就不说 索性别开头 看车窗外的风景去 痴恩恩的性格 本来是偏向于安静淡定的雷形 他很快地就被窗外击齿的风景 转移了注意力了 完全没有注意到 坐在他对面的男人的隐忍的风暴毛子 已经落在他的身上很久了 该死的 丽北决攥紧了拳头 额头上的青睛跳了两下 不敢相信 痴恩恩真的就不打理他了 他的脖唇鸣紧了 再鸣紧 几乎是鸣成了一条直线 要不是霍雷亭他们还在车上 他早就把人给压在了车椅上质问了 金智轩这个时候 总算是意识到了他们之间的不对劲了 美目先是看着面色铁青的丽北决 再看看完全没有意识到的痴恩恩 眨了眨眼睛 在车子停下来之前 突然就打破了安静 你们吵架了 你们吵架了 他问得够直接 够直白 直白地让坐在了他旁边的霍雷亭 瞬间就伸手扶住了额头 佩服他的直来直往的性格 这种事情 不是应该看出来了就看出来了 保持安静吗 他直愣愣地问出来 有没有想过很尴尬呢 霍雷亭正在想着怎么帮他圆场子 望向窗外的痴恩恩 已经回过了头 特别淡定地说 没有啊 金智轩不大相信 哼 我看你们都不说话 我还以为你们吵架了呢 没有 我坐车有点晕车 所以不大喜欢在车上说话 还有一个就是 他不想纵容某人无端的脾气 前段时间他都收敛得很好 最近好像又开始有冒头的趋势了 迟恩恩严重怀疑 那是因为他最近太顺着他了 毕竟一般情况下 他不喜欢去争 只要不是太过分了 他都无所谓 不过 对于他来说 他这只是亮亮力北绝 并不算是吵架了 吵架 至少应该要吵几句吧 他和丽北绝刚才没有吵 所以 迟恩恩表现得特别的镇定 金智轩看他不像是在说谎 也觉得自己想多了 说道 我之前去过一次毛里求斯 那边有一家椰子店里的吃的很有特色 等到了 我带你和安心去吃 好啊 椰子店 那全部都是卖椰子的吗 迟恩恩好奇地问他 金智轩说到吃 眉目都飞扬起来 立即叽叽喳喳地 就跟迟恩恩说了起来 什么椰子店里的吃的有多么新奇 椰子还可以怎么做怎么做 他上次吃了好多好吃的之类的 两个人一下子就围绕着椰子 聊得热火朝天 完全就不理旁边的两个男人 他回头看了一眼 坐在一旁没理人的立北绝的脸色 太阳穴 愁痛了两下 更头痛了 他真是没有见过 比金智轩更没有眼力劲的人了 吃小姐说两个人没吵架 他就信了吗 难道他就看不到 北绝的脸色有多臭吗 他心里这么想着 却是没有去特意地 去提醒聊得叽叽喳喳的人 反倒是心情不错地勾起了嘴角 罕见地露出了一点笑意 这样是不是说明 这个女人现在真的不喜欢北绝了 要是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不管北绝的心情怎么样 反正她的心情不错 他闲适地靠在了椅背上 舒展了大长腿 端得稳稳的 仿佛看不出空气里卷起的涌动冷气 可怜霍翼在前面开车 还要担心后面的情况 着急地想要帮立北绝 却是又不好插嘴 期待着霍少能够提醒一下金智轩小姐 结果霍少又好整一下完全没有要开口的意思 没办法 他只能是把车子开得更快一点 不到二十分钟 车子稳稳地就停在了机场路 霍翼率先下车 帮忙去打开了车门 弯腰恭敬的道 绝夜 少夫人 霍少 金小姐 机场到了 他改口改得太快了 昨天还叫迟恩恩迟小姐 现在马上改口叫少夫人了 他这少夫人一出口 叫得立北觉得脸色好看多了 连带着空气都回温多了 迟恩恩乍然被他叫了一声少夫人 还有一点不习惯 都不知道要怎么接了 幸好 霍翼非常有眼力见 帮忙拉开车门之后 就去车后 拿后备箱里的行李去了 蜜月旅行 是立北绝早就安排好的 婚礼举办完 马上出发 也是他早就计划好的 只是没有计划到 思辰他们会跟着来 他只是准备了 迟恩恩和他的行李 还有迟宝贝和诺诺的 至于思辰他们的 完全都不在乎 自己有没有带行李 毕竟有钱 在哪里还买不到 迟恩恩他们下了车 思辰他们的车随后就跟上了 思辰和林安心 都操着一个空手 带着诺诺他们下车了 也不知道 路上思辰是怎么跟安心沟通的 安心没有再像之前一样惊讶 仿佛已经接受了 要跟迟恩恩一起出去玩的安排 整个人都进入了状态 一下车 马上就牵着诺诺 跑到了迟恩恩和京志轩身边 我还没有买日用品呢 恩恩 到了地方 我们三个先一起出去逛一圈怎么样 好啊 迟恩恩答应得飞快 丽北决好不容易 因为少夫人三个字好看了一点的脸色 刹那间又阴沉了下来 迟恩恩就没有注意她 正好 志轩说她知道一家卖椰子的吃的地方 好吃的特别的多 干脆我把吃宝贝和诺诺也带上 没问题啊 林安心打了一个OK的手势 思辰发现了高大英亭的男人脸色不太好 阴谋一直盯着人群之中的迟恩恩 他摸了摸鼻子 迈步走了过去 拍了一下某人的肩膀说 他们去他们的 正好 我们可以安排一下晚上的沙滩烧烤 感谢观看